曼谷则校花生米爸带你了解 曼谷美国学校绿谷小区 看在学校的大门还没有进去的右侧 就是一大片的高尔夫球场 所以这个学校它的重点也是 能让孩子练习高尔夫 并且在高年级 能拿到美国的这个奖学金 然后在校门口的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小房子就是咖啡厅 家长可以在这里聊聊天啊 等孩子什么的 校园里面左边就是活动区域 一片绿地 对面是球场 右侧这些都是教育楼 在门口旁边右侧这里 还有一个攀岩的区域 攀岩的区域好像在曼谷的很多学校都有 这个是蛮特别的 孩子从小锻炼一些冒险精神 有一个男生居住在这里 这有管理员 房间 我只认为它比较适合空间的室内 这是Teddy 这是男生宿舍的一种方形 能看得出来他们管理的还比较严格的 比较整洁了对于男生宿舍来说 这里是他们男生宿舍的大堂里的厨房和活动区域 这里有一个静置 只能说英文 这边有简单的厨房的一些设施 然后还有个桌球和乒乓球台 冰箱 这种非常标准的美式冰箱 非常大的那种 这里也是一些储具 垂具 你看下面 下面这是一个那种电热盘 上面是有面包机 还有那个应该是三明治机 这是应该是个烤盘 Tai Style Grill 这里墙上会有他们的一些客户班的安排 包括老师是谁 谁来负责 有多少个孩子报名 好了 我们在学校中的学校 可以得到 他們有午餐一時 我們在午餐一時 我們有講解 然後我們有學生的課程 我們有學生的課程 就像你家住在家 你家住在家 除了你家中的課程 有學生的課程 這就是有大利的課程 我會告訴你一些 這些位置是在家中的課程 这里还有影音室 可以影音室 看一个小派对什么的 这栋楼有两个房型我们一会去看一下 这边是新盖的宿舍楼女生宿舍 所以设备更漂亮一些 也是三个人一间 床外还有高尔夫景 这边有三人间有两人间 样子会稍微有些区别 这边是三个床 并排的 这边是两个床的 还有三人间有三个床 对阿兰 两个床是两个床 三个床是三个床 对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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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小学生 孩子和孩子都不能用他们的电话 中学校和高学校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电话 或者晚餐 但他们不能用他们的电话 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里面的电话 你不能用自己的电话 或者电话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电话 孩子在学校里面 如果一个人在学校里面 他们会在学校里面的电话 我们要教孩子的电话 我们要教孩子的电话 所以我们不想用他们的电话 如果我们要用他们的电话 我们会想用他们的电话 但我们会想用他们的电话 他们要用他们的电话 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个《Wheel of Punishment》 《Wheel of Punishment》 所以,当学校里面的电话 有一个电话 我们开始了 学校里面的电话 和学校里面的电话 在学校里面的电话 他们只能用家里面的电话 就像你会住一样 玩家里面的电话 我们有 먹는电话 这些个字 可以使用一下 在学校里面的电话 我们认为 所以这一套有垃圾垃圾的厕所在的厕所 这些是小小的厕所 关于学生在一间房间 你愿意分析不同的性格? 其实我们在学校的学生在一间房间 我们不会放三个中国人一起 我们想要一个混合的背景 because we want them to practice English and we also want the kids to learn about kids from other cultures we'll be moving to the new building and we'll give you some video of what that's going to look like so we can put that there but it should be they're breaking groun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it should be ready to start for August 2022 好 这是主建筑了 这里面一共四层楼 一楼现在还是幼儿园和低年级 越往高层越是高年级的教室 但是这栋楼马上要新建另外一栋楼 会把小学幼儿园会单独放在另外一栋楼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像四楼有很多实验室这些 然后这里是学校的一些认证的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幼儿园部分 两三岁的孩子 一直到五六岁的孩子在这一层楼 他们正在上课 中间这个区域是一个共享的区域 就是感觉挺丰富的 有孩子可以在这里带在一起来玩的一些活动区域 还有他们的一些作品展示 这里属于一个半室内的环境 所以又不会特别热 可以看到楼顶 楼顶它是有这样的通风系统 好 那这一层楼就都是低年级的了 那这里是这栋楼的最高一层 大部分都是高中的学生 以及它的一些实验室 我们能看到后面的那个教室里 全都是学生正在上课 好 旁边这间是空着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chemistry 化学实验室 生物 biology 这个是互通的房间 看这里 还是可以互通的 和另外的一个实验室 设备摆得比较密集 这种实验室里面是多个学科都可以用到的 包括这里看起来还有一些生物主题的 就是在给水加氧嘛 中文教室 这边应该是艺术教室 中国学校是一周的吗 中国学校是一周的 中国学校是一周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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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钟 对 对 甚至 对 嗯 每个学校有多少学生? 我们试图为20学生 甚至高中学校 甚至高中学校 会控制到20个人以内每个班 还有多少学生在中学校? 在中学校吗? 在中学校里有一个教堂 还有一个支援的支援 只需要学校的学校 他们在教室里会一个老师一个助教 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20个学生最多 学生比还是不错的 这里是他们的礼堂 里面有人在 我们使用它为游戏 也为学生活动 我们使用它为游戏 我们的K2学生 会在教授 他们在教授 他们在教授 他们想在未来的学生 所以每个学生都会在教授 在前面的教授 K2学生是一个大企业的大企业 明天学校是有一个活动 这些小小朋友要介绍自己未来的志向 所以今天正在做彩排呢 明天这里会有学校的家长过来 来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可爱 这里是健身房 里面蓝色上衣的是学校的教练 对面是舞蹈室 我们现在正在练习的房间 所以有很多东西 这里是机器人教室 因为他们在重新整理 所以现在东西也搬出去了 然后这边是Library 学校的图书馆 可以看到吗 图书馆里面是有两层的 上面还有一层是计算机 他们可以去查别东西了 重点要推荐一下IPGA 这是他们的高尔夫学院 因为学校旁边就是高尔夫球场 这里叫Green Valley Green Valley也就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所以它这个得天赌后的地理优势 这是一个模拟的区域 in-door simulator 在学校的高尔夫球场上 我们有很多的工具 用高尔夫球场 要用高尔夫球场 我们有高尔夫球场 我们有高尔夫球场 所以学校可以选择 三次数个月 高尔夫球场 或是学校的高尔夫球场 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个高尔夫球场 他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设立学 所以在学校里 他们只能学习 所以他们学习的时候 他们学习的时候 他们只能学习 因为学习的时候 他们学习的时候 他们只想要学习 成熟的高尔夫球场 所以我们有选择 他们需要学习的高尔夫球场 是他们可以选择 他们会花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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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与学校的高尔夫球场 这群衣服会带学生去联络联络联络的联络 很多人会赢助理联络联络联络 这里叫做绿谷校区 因为你看这些教室的楼外面都布满了绿色的植物 确实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是学校的餐厅 外面是有一个小卖部可以坐在这里买东西吃 然后里面是他们的食堂